我觉得首先这些身份的转变或者估计 首先不是说会以你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吧 我觉得更多很多东西都是可能通过每一次比赛 可能因为现在确实不管是年轻一些的这种队员成长得也非常快 包括整体这种打法也非常先进 作为自己来说其实我觉得首先还是定位吧 我觉得自己也没有说首先年龄也不是说有多大 然后成绩也不是说有多好 包括下一个周期我认为自己还是一个这种贫啊 冲击的这种角色 因为队伍可能会把更多这种责任放在自己的这种身上 但是我认为作为自己来说不应该去考虑那些吧 很多东西其实做到了就是慢慢的自然而然就站起来了 我觉得更多应该去考虑自己吧 把自己去做好然后能够去承担更多吧 我觉得